哈囉 大家好 我是安爺 歡迎收看小安爺大俠客 我們現在在捷運站 行天公站四號出口 這附近有一間素食餐廳 廣受好評 聽說他們家的素食餐點 和香傳千里 願美運佳肴 今天就跟著我們去品嘗 這美味的素食餐廳 OK 出發 蘇捷運站會看到屈城市 我們就往那個方向走 這一路上其實蠻好走的 都有行人步道 所以走得還蠻安全的 遇到景北公園 前面有一個巷子 我們就往左轉就到了 我們已經到和苑蔬食了 其實剛才我繞了一小圈 我們剛遇到公園 就直接往左轉就好了 我以為要到前面的巷子再左轉 其實沒有 剛我站那個地方 直接往裡面走 就遇到和苑蔬食了 這家素食餐廳 是去年九月開幕 算蠻新的一間素食餐廳 這一年來我還沒有來吃過 但是網路上看他照片 真的三年照好好吃喔 今天終於來到這邊了 我們就進去吃美食囉 走 這本是和苑的菜單 它的菜單做得很用心喔 字體大看起來很清楚 而且圖片又很精美 可以讓你很一目了然 知道說 你說點的餐點是什麼餐點 我們就先來點餐囉 墨西哥香烤羊排 這看起來好好吃喔 套餐組合有AB兩種可以選喔 異國料理很多元 有泰式韓式還有南洋口味喔 和苑三響這名字一聽就覺得很酷 這三款日式拉麵都是全素喔 單點系列每一款都看起來好好吃喔 我決定我們來點一個全家福拼盤 清爽飲品有八款可以選擇 限量甜品有三款 純素醬底看起來很厲害 有堅果辣椒醬 和苑香底醬 韓式拌飯醬 麻油薑薑好 這本菜單製作真的很用心喔 沒有標數別的餐點都是全素 像這個拉麵它有寫蛋素 就代表這份麵是蛋素 大部分的餐點90%以上都是全素餐點喔 我們已經點完餐囉 那我們就等它的餐點上來囉 我們主餐加150元升級為比桃餐 這個是養蒸醋 這聞起來是有酸感喔 對我來說它的酸度是大概60% 對一般人來講可能會有點酸 因為我是很喜歡吃酸的人 先喝個養生醋 一直流口水 先開胃喔 泰式青木瓜 這青木瓜絲真的很好吃喔 它有青木瓜跟紅蘿蔔絲 然後再搭配這個花生 吃起來很好吃 它也不會太酸 可能剛才喝那個養生醋 所以我覺得它不會酸 但是我覺得 它是一個很好吃的開胃小菜喔 這份是全家福拼盤 有塔塔炸雞 韓式炸雞 焦麻菊排 新疆串燒 有兩串喔 這個就是塔塔炸雞 我們來吃看看 塔塔炸雞非常的酥脆 一咬下去 它的豆皮香都散發出來了 它旁邊有附一個沾醬 我們來吃看看喔 沾了這個塔塔醬之後 這個炸雞變得更濕潤一點 而且它的油膩感也會帶掉 沾這個塔塔醬 好吃喔 這份是韓式炸雞 上面有淋上他們自製的韓式辣醬 再撒上白芝麻 看起來很好吃喔 這韓式炸雞的辣醬 它的辣度大概是微辣的程度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可以來品嘗看看喔 如果你是不敢吃辣的人 我覺得這款是沒有問題的喔 這款是焦麻菊排 我們先吃看看它的原味喔 外酥你嫩 其實原味就滿好吃的 它有附一個沾醬 我們來沾看看 你看 這個醬真的是靈魂 沾這個醬 好吃的程度大概提升300倍 你知道嗎 哇 這麼超好吃的 我也來試看看沾它的塔塔醬 看有沒有冒出美味心滋味 也是好吃啦 但是這個麻辣菊排 說真的 沾這個醬最對味 這個沾醬酸酸甜甜辣辣的 裡面有醬油 大椒 香菜 沾這個醬真的很好吃 它的菊排上面也有辣椒 如果你敢吃辣椒的話 你可以像我這樣子沾這個醬 然後吃一口再塞一個辣椒 哇 整個辣感都串上來了 哇 真的要像我這樣吃 好吃耶 接下來這款是新疆串燒 看起來嬌小玲瓏的 挺可愛的喔 這個串燒旁邊也烤得有點焦香焦香的 它最讓我驚豔的就是說 它的調味很好吃 而且一開始我以為它是豆包 其實不是喔 它是杏鮑菇薄片 然後薄片之後把它串起來 然後來串燒 這個串燒好好吃喔 這款墨西哥香烤羊排 看起來真的是疑似感十足 它這個薯條牌做起來仿真度真的很夠 然後它旁邊也有附上薯條跟塔塔醬 裡面還有三卷烤飯糰 還有烤茄瓜 甜椒跟南瓜 我覺得這一盤真的是滿滿的疑似感 呼不及待 開動 先吃薯條沾他們家的塔塔醬喔 薯條酥酥脆脆脆的很好吃 然後他們塔塔醬 裡面有一些香料的那種成分 吃起來香氣很夠 跟一般房間的塔塔醬 我覺得口感不太一樣 他們家的塔塔醬真的很好吃 烤茄瓜 他們家的茄瓜看起來是有厚度的喔 誠意十足 多汁清甜很好吃 甜椒串 我覺得河院的烤蒜都很有水準喔 它吃起來不會讓你覺得都軟軟的感覺 它一樣保有這個蔬菜的脆度甜度 然後這烤的香氣都出來了 這個烤串都很好吃喔 烤飯糰 這烤飯糰真的很好吃喔 它這個飯煮得很棒 它不會軟軟的粒粒分明 然後上面再刷出他們家的醬油 他們家醬油甜甜的 這個飯上面表面有炙燒過 因為它吃起來有點微焦感 但是它不會烤得太硬 這個烤飯糰也是很好吃喔 剛才安嫂跟我推薦 這個烤飯糰沾他們塔塔醬也很好吃喔 我們來吃看看喔 增加了一個濕潤感 還有塔塔醬的香氣 這個是一個新吃法 這樣不錯耶 很好吃耶 果然沒有推薦錯喔 它的配菜還有一個烤南瓜 我們來吃看看喔 這帶皮烤南瓜真的很好吃 南瓜 青滴啊 青滴 好好吃喔 你看這烤羊排 有沒有覺得仿蒸度真的超高的啊 今天就是為了它而來喔 網路上看到這個照片 都覺得好像很好吃的樣子 香烤羊排 真的沒有讓我們失望 它一養下去 炭香味會先出來 然後隨著而來 它就是要調味料的味道 它的香氣 還有烤肉香的香氣 香料味十足 然後呢 它這個肉啊 它是大豆蛋白所做的 仿蒸度真的很高 如果你是帶昏食者來吃的話 你不要跟它講這是素的 搞不好會覺得說它在吃肉喔 但是它沒有那個肉的肉味啦 但是它以素食來講 它有調味把它調得很好吃 我覺得這烤羊排必須喔 一定要來試看看 不會太硬 有沒有發現它很好咬 這碗是日式拉麵 我們點的是火焰山口味 一開始它上菜的時候啊 我看不到麵 因為麵都沉在下面 後來我開始在攪拌麵的時候 我覺得它的麵的份量其實還滿多的 你知道嗎 先來喝看看它的湯頭喔 這湯頭真的很好喝喔 它是用有機燕麥來熬製濃郁湯底 整體喝起來味道非常的濃郁又順口 然後它的辣度大概是中辣的口感 如果說你不敢吃那麼辣 你可以跟它說要微辣就好了 但是我是覺得說點它的標準品 兩根辣椒 中辣這個湯 喝起來真的很好喝喔 它的料有芥蘭菜 杏鮑菇跟香菇 紅蘿蔔絲 花椰菜 木樹芽 番茄片 和月蜜製醬料 炙燒豆包 這個豆包比我想像中的還大塊喔 它上桌的時候 它有一半都在湯裡面 所以拉出來之後發現 哇 真大塊耶 來 吃看看喔 這豆包吃起來比有一番風味喔 外皮炸得酥酥的 然後它吸附到這個湯汁的味道 吃起來微辣 真的很夠味 但是我發現另外一個新吃法喔 大家可以參考我們的吃法喔 把海苔包著豆包吃 我覺得這樣子會更有一番風味喔 因為海苔一放它很快就會軟掉了嘛 所以把它包起來吃看看喔 超級好吃的 如果你沒有這樣吃 會後悔喔 包起來好好吃喔 海苔增加一個鮮味 哇 口感層次 更上一層樓 來吃看看它的麵喔 有點像那種台製的那種豆香味的感覺 它的細麵滿好吃的耶 火焰山日式拉麵真的很好吃 這個口味很對我的味蕾喔 但是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正宗的日式拉麵 因為我也沒去過日本啊 有一天我一定要去日本旅遊看看 但對我來講 它這個拉麵真的很好吃 它還有另外兩種口味 下次我來合院的話 另外兩個口味我也要點來吃看看喔 吃完好吃的餐點 我們甜點也上來了喔 這是雪頂咖啡丼 我覺得他們餐具都選得很用心喔 你看這個湯匙超可愛的啊 這咖啡丼的咖啡的香氣很夠喔 然後它這個不是牛奶 它是店家自己調的植物奶 我好像有吃到稍微杏仁的感覺 它這個植物奶香氣很棒 我不講我還以為是牛奶 我剛特別去問店家 這是牛奶還是植物奶 它是植物奶 所以全素的人可以吃喔 推 另外兩款甜點看起來也很好吃喔 我本身是有吃淡奶的素食者 所以這兩款甜點 我們也點起來幫大家來品嘗一下喔 這款是巴斯克乳酪蛋糕 是店家自己做的喔 看起來很漂亮 說真的我吃甜點比較粗魯啦 我還是用手拿好了 一個小國旗 它這一款是玫瑰口味 玫瑰口味 好吃喔 一開始我以為它這個塔皮是脆的 但是不是 它是蛋糕體 吃起來濕潤濕潤的 然後上面有玫瑰花瓣 它整個玫瑰香氣很夠喔 巴斯克乳酪蛋糕 好吃喔 這款是可麗露海鹽蒸骨口味 來 吃看看喔 合約它不只正餐好吃 它的甜點也很好吃喔 它除了中餐跟晚餐 可以來吃飯之外 它還有下午茶時間喔 趕快約朋友來這邊吃個下午茶 點個甜點 點個飲料 放鬆一下 像我的後面 它就是一個公園喔 所以坐在窗邊 看著床外 哇 有綠地的感覺 在這邊吃個飯 喝個下午茶 真的是一個很棒的選擇喔 我們的飲料上來了喔 點個紅茶 還有甘蔗檸檬汁 我覺得它的杯子是別具新材耶 哇 這杯子有夠漂亮的 像我媽媽的水到好像一顆灰 來喝看看喔 紅茶 紅茶比較中規中矩 甘蔗檸檬汁 哇 口水一直在分泌 等一下 讓我先把口水分泌完 它這杯甘蔗檸檬汁真的很好喝 你可以喝出那個檸檬很天然的味道 不是那種化學檸檬 是新鮮的檸檬 再加這個甘蔗汁 這個喝起來 夏天喝這杯好舒服喔 點這杯就對了喔 點起來 這是我們第一次來合院吃飯 說真的 甘蔗吃起來真的超好吃的 極力推薦大家一定要來品嘗看看喔 我們下次來的話呢 我還要再來吃它的日式拉麵 另外兩款口味要把它吃起來 還有它的異國料理看起來也好好吃喔 我覺得我一定還會再來 合院蔬食對我來說 是一間很溫馨的蔬食料理餐廳 它的餐點美味 然後外場環境也很高雅 現場大概可以坐四五十個座位左右 很適合大家來這邊聚餐喔 OK 以上就是我們的影片 如果說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訂閱 按讚 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還有我們的FB跟IG也要追蹤起來喔 訂閱安野 我們一起體驗 平凡又豐富的素食人生 Go Batch